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追踪野向旅行团的最新动向 12号晚上十四头北夷的亚洲巷 结束了为期100多天的旅程 返回到云南省普尔市末江县境内 回到家之后项群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总台记者驱车400多公里 跟随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亚洲巷搜寻监测队 在8月13号下午到达普尔市末江县 用镜头记录下项群归来后的第一天 他们生活觅食的最新画面 在阴雨和博雾中 项群沿着山脊小范围移动 因为有间歇性的降雨 甚至是短时强降雨 项宝宝乖巧地跟随着丞相 丞相也有意识地把项宝宝保护在项群中间 普尔的森林覆盖率达到74.59% 丰富的森林资源 为亚洲巷创造了良好的栖息条件 从1992年一头野生亚洲巷 进入普尔市斯茅区境内开始 迁徙到普尔的野生亚洲巷 种群数量逐年增加 目前约有9个项群 181头亚洲巷 常年定居普尔 约占全国野生亚洲巷 种群数量的62%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